荒謬大師沈玉琳 內心世界也很荒謬 這個不用討論 跳過了吧 綜藝節目製作人出身的他 告白的方式也很綜藝 我說要不要一句話 沒為名沒為你 什麼東西啊 父子心結難解 他還是微笑已對 真的沒辦法跟他溝通 說我要繳學費 好像我是已經大了 沈玉琳奇妙的內心世界 就在週四晚間九點 大腦先生 將